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就发生在我身边的咱们农民朋友的一个赚钱的小故事 这个赚钱的小商机呢可以说前提调整想干的情况下呢 可以说必须不能怕吃苦 而且呢有一个肠壮的身体 还有一点就是胆子够大 干这个生意呢可以说 一天的收入可以说最低的话达到三四百元 高达七八百甚至一千三百五一千四百五十元一天都会有的 如果屏幕前的朋友你比较迷茫 不知道干什么为好的情况下呢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生意 小商机真的值得你参考的 最关键的一点 传言无弹心 大家好这里是三龙雷哥 如果屏幕前的朋友你想干这个行业的情况下 要不跟随我的镜头 咱们看看我今天在现场给大家拍摄到的一幕 大家通过视频呢 咱们首先看到的就是 我哥在他这个现场给他切个这个门 给这门给撬开 然后呢再给门给咔嚓咔嚓咔嚓给锯开 然后呢把门框给整起来 然后呢看到这个视频就把这个门给整掉了 说把他就是 换一个新门了 是吧朋友们 干这活比较吃力 而且比较脏比较累 是吧朋友们 咱们呢再看这个视频 通过这个视频呢 我相信大家 反而是经常干过工地的朋友们 一看就知道了 哎呀不就是粉墙吗 刷墙吗 对 是的 就这两间房 大家刚刚看到的 就是我哥在那边切这个大门 切他这个门 不大门啊 另外我姐夫 是在这个 这个房间里边进行粉刷 当然这两个房间都需要粉刷 重新装修 重新粉刷一遍 重新粉刷一遍 话题说到这里了 另外呢 大家通过视频呢 咱们也可以看得出了 也可以看得出来了 做办的就是 跟打联工差不多 在我现场给 他们拍着视频的时候 当时呢 我问了我姐夫 我说上你这个活的话 呃 一个月 能不能上满班 他也说到了 哎 一个月不一定吧 有的时候上个二十多点班 有的时候 一个月上满班 而且晚上还得加班 听他这么一说 肯定必要赚钱 不然情况下 他不可能这么卖的经营去干 是吧 朋友们 而且呢 我姐夫粉刷牆的时候 技术还是满一流的 满好的 是吧 朋友们 而且 大家刚刚看到的这一幕 也就是说 这个房间里面 把这个门给换掉 换掉之后 也需要粉刷 也需要粉刷 门的话 他这边 他这边也有渠道 啊 也是他这边买 买下来 他一个门 差不多能赚个两百 一两百块钱吧 一两百块钱 然后再进粉刷 呃 粉刷的话 他今天玩不成 今天玩不成 因为还得喷漆 这个粉刷 这个白色的逆子粉之后 还得喷一层漆 喷一层漆之后 比较亮堂 是吧 朋友们 把它搞 装修的都非常清楚 比较亮堂 然后呢 在 可能对于需要两天 他也说到了 这两天的话 反正是 每一天的收入吧 基本上这花的 五六百块钱 五六百块钱 啊 有时候 他的最高的话 一天 啊 比方说粉刷快的话 一天的收入 能够达到 一千四百五十元 比较不错吧 朋友们 就是干这样的一个零工 啊 今天在这干 明天在那干 啊 呃 最主要的啊 肯定会有很多粉刺 都会说到 哎呀 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零工啊 怎么 不可能有那么多零活呀 我姐夫在我们现场干这活 这年已经是 第十四年了 他的资源 人脉都特别的过 有人脉的话 有资源的话 大家都非常清楚 钱脉就来了 是吧 朋友们 就是这么个道理 一个月 他收入了百分之 两三万三万块钱 非常的清楚 当然了 比较的累 比较的辛苦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 这个赚钱的小生意 作为屏幕强度朋友 您呢 你觉得 是否适合你的 或者是你觉得这样的生意 怎么样 有没有对这样的话题上 发表自己的观点的 大家的评论区 和大伙们分享分享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个视频呢 比这个更精彩 下期咱们 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